我们把丝瓜清洗干净,然后去掉皮 再把丝瓜切掉头尾,不要 把丝瓜先切成小段,然后再切成片 最后对半切成条 把大蒜拍一下,然后剁成末 准备一个小米辣切成小段 锅中加水烧开,然后加入一勺盐 再来一点油,用勺子搅动一下 倒入切好的丝瓜条,我们把丝瓜先来煮一下 把丝瓜煮熟,差不多两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也不要太长,不喜欢水煮的朋友 也可以来蒸,也是一样的 丝瓜差不多熟了,然后我们用漏勺 把它给捞出来,控干水分 把丝瓜倒入大碗中 把锅烧热,加入油 下入蒜末小米辣 把蒜末熬香 然后加入冰水 调味一点点盐 鸡精 白糖 水煮熬油 址油 淡酱 淡酱 加一点胡椒粉 少来一点点老抽 大火烧开之后 加入一点水淀粉 把汤汁酸浓口 把熬好的酱汁 倒入大碗中 我们来用勺子拌一下 拌均匀 装入盘中即可 这道丝瓜新做法就完成了 非常的清淡 很适合夏天吃 大家喜欢可以试着一起做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帮忙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见